你这个预算案的设计 有一点像是当年2008年1月份成立的达政公司 达政公司是当时新潮流的大脑 吴乃仁为董事长 在民进党已经在选举里面拜北之后 知道政党即将轮替要交接了 在08年5月交接之前呢 他先在1月成立了这个公司 针对法国的军火系统 因为他知道 如果用这个公司来签订 跟法国的军火商的合作 他的总金额到高达数千亿台币 至少的利益有700亿台币之多 而且这个达政公司在民进党这些 所谓的新潮流的大佬 民进党的这一些政治人物的设计之下呢 他是用军方的钱 可是让军方占不过半数的小股 然后呢 他会变成是一个民间企业的身份 可以大搞军火买卖 完全规避掉了民意代表的监督 如此这样子荒唐的这个方式呢 被爆出来之后 结果立刻就解散 而且对民众道歉 因为很简单 这里面有严重的漏洞弊端 可以让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上下其手 而且中间的贪腐 一定是臭不可闻 我们非常遗憾 过去达政案已经被台湾社会各界 口诛笔伐 民进党当时一再的道歉说明 但是今天 民进党透过这2400亿特别预算案 显然又想要玩类似的手法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他们就是想在军火的采购 或者是研发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有机会捞到好处 我们必须讲 这种做法不但是只顾到他们个人 以及政党的私利 我们更担心的是 像这样子的个案 如果不断地让它发展下去的话呢 未来海峡两岸之间 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危险的因素 事呢 你们应该是想五分 平息 我们的平息 我们可以为并别的 感谢观看